欢迎他去检举啊 我可以乐观启程的看这件事情 他可能当了四年的议员 他还搞不清楚议会的程序 不要为了圆一个谎 去说另外一个谎 诈领出席费基本上35次的会议 难道我们去开会的人都是白痴吗 就你一个最聪明 跑去外面宫庙里面做服务 我们好好去开会审查 预算人都是笨蛋 照许淑华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大会是你签到以后一定要出席 因为它是你的出席费的 领取的依据 以及所有重要的议案 全部都是在大会通过的 更危险的事情是 像这样子不认真的议员 如果进到了国会 那他的出席率在国会 如果也只有11% 16% 大家可以接受吗